今天愛運動 來到中壢的新街國小 這裡的空手道隊非常不簡單 你們看 這驚人的氣勢 充滿利與美的動作 難怪每年都可以打敗群雄 奪得冠軍 現在我們就好好來見識一下 冠軍的實力 現在操場上示範的是自由行 什麼是行呢 簡單說就是包含了空手道的 實戰技法和步法 光看架式就知道這三位黑帶高手 實力悲同小可 因為他們可是在比賽場上 拿過團體型的冠軍喔 今天能夠親眼目睹 實在是太幸運了啦 負責了... 這一次啊 一進來就很有震撼感耶 真的 看過幕幕轉盡 整個氣勢非凡 真的是把我們空手道 莉與美的結合 展現到很完美很完美 而且啊 其實學空手道 一直以來都是我從小到達的願望 今天終於可以實現了 我跟妳說妳賺到了 因為今天呢 我們邀請到的空手道教練呢 是我們全運會的金牌教練 我們洛璃姐姐呢 從小就想學空手道教練 我可以加入嗎 可以 只要妳不怕辛苦的話 太棒了 洛璃姐姐的夢想實現了 但教練說 練空手道必須不怕辛苦 那我們來看看到底會有多辛苦呢 教練說重來 我力氣又要力氣 要力氣又要力氣 來 準備囉 GO 壓住喔 做沙滴球都幾個慢喔 其實每項運動的體能訓練 除了辛苦之外 從不得做同樣的動作 對小朋友來說 很容易就會感到枯燥乏味 但是邱教練總是有特別的方法 讓累人又無聊的體能訓練 變得有趣喔 那有時候我們練習基本 會比較枯燥乏味 那我們也會帶入一些 有一個人 你可以看他比賽速度 那你就會在 可以激發他的潛力這樣子 很喜歡 很喜歡然後下課的時候 有時候會練習一下 可以強壯自己的身體 鍛鍊自己的體能力 配防身 放手道可以運用到手跟腳 他們都幫我的腳走了 可以練自己的體能 也可以強健身體 練空手道的女生比較少 所以就是覺得比較特別 他們講的那些這麼好 當然要來啊 預備 進 好 現在我們就進入我們的練習 出拳吐氣 2 3 頂住啊 4 7 用力速度快 沒線勝 1 2 2 3 4 4 2 4 來 上來的 1的時候開掌 2的時候交叉換手 好 來 預備 1 2 1 為什麼你要教哥哥 哥哥有做錯啊 你看 好不好 做錯了 其實我們不只教他們空手道 我們會融入有趣的體適門 或者是反應 或者是敏捷訓練 我們告訴他們說 這個會對他們有什麼幫助 會訓練他們的反應 或訓練他們的 提升他們的健康 然後再給他們一些 所謂空手道防身 能保護自己的動作 讓他們在學習的過程 不要這麼無聊 當然我們還會告訴他們說 練習這種需要有空 到最初這種力竭的部分 你幫我打幾分 打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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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5 你們在練這些基本功的時候 有沒有很辛苦的地方 有 哪裡 騎馬力 騎馬力這樣子 哪樣… 這樣子要做多久 一直做 一直做 做很久 做到腿都快伸 鑽掉 你好像不夠有空 不夠快 好像沒起座 怎麼這麼做 這個真的很辛苦 來 妳幫大家示範一下 來 好前驅力 好前驅力 那後驅力怎麼做 這個姿勢 他要跟你的後腳連動 後腳連動 那這個是直嗎 角度是直的嗎 直往前嗎 對 這個是往側的 這是直接往側的 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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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尾彎 他那個彎 這裡彎 彎下去 他們在站立法的時候 非常的辛苦 腳已經在發抖了 然後他們還是 夭緊牙根 持續的保持在那邊不動 再來就是也有練到 邊站邊流眼淚 可是他還是不動 因為他要堅持住 他想要更好這方面 我看就非常感動 4 2 4 1 我覺得可以到山裡 變成強壯一點 然後可以去 這樣不要可以主持爭議 然後打壞人 喜歡到 連續 開心到我老死 你們覺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是什麼 被這樣誇獎的時候 會覺得是很棒 我最大的成就感是 我學會空手道 然後成了校隊的時候 拿到 好有趣 是差不多 可以 校服 拿到這個嗎 這個是校服嗎 對 校服是什麼 可以進來 然後下面跑步 可以進來 這是我們剛剛穿紅石 剛剛穿在那邊紅石 對 比賽得名才可以得到那個衣服 對 我是說成就感成就感 成就感是比賽得名的時候 對 所以可以得到這件 這件衣服就代表說妳是 小校隊 小校隊 那這一件我好像也穿得下來 這個衣服呢 妳可以給他兩個給我嘗嘗看嗎 應該送我嗎 對 但是他好不容易看 從頭到給我最大的成功感是 就是比完賽頒獎上 去領獎的那一刻 記得有一次是最後的一場比賽 全場就只剩下那一個 我們要打冠軍賽 全場都在為我們的這個加油 對 我們加油團又特別大 我們那時候是落後 後來一個勾踢 逆轉了一個分數 全場就很High 每個人都就是非常感動 他可以 因為已經是最後一場比賽 他又把他逆轉 那下來小朋友都超級高興的 就想要飛升過來抱居教練之類的 這個畫面 那時候是還滿感動的 能在關鍵時刻逆轉勝 擊敗對手 拿下最終的冠軍 這分得來不易的榮耀 我想他背後的努力 絕對功不肯握 從他們對打的練習 就可以發現 每位同學強而有力的勁道 和俐落腳踭的伸手 就可以知道他們苦練出來的實力 有多深厚 去 一舉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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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舉龍 對 對 有 對 對 對 好 好 停 停 有時候看到才能沒那麼好 但是要堅持到最後 最後得到了站上的頒獎台 不管是不是第一名 我都覺得這是他 我對他的一個可能 非常棒 是不是 應該會定一個目標吧 是大家去拿 或者是 拿聽牌或拿獎盃 可能會這樣吧 雖然只是短短的相處 卻已經感受到同學們 對空手道滿滿的熱情 希望這些小選手們 能夠繼續朝著他們的夢想前進 或許有一天 他們會在國際比賽為國爭光 寶貝出任務 今天要出任務的寶貝是誰咧 你好 可愛的豹貓 是豹貓 但是說認真的 豹貓其實在一般來說 也不算是這麼常見對不對 對 所以我非常期待 牠們的花紋很漂亮 期待喔 那今天的豹貓 牠的主人是誰呢 趕快去找牠 走 你看看我相處得多融洽 西瓜哥 你那邊如何 我也很融洽啊 妳看我們很融洽這裡 我這邊有秘密武器 妳知道我剛剛做了什麼事嗎 是什麼... 就是這個是牠喜歡的貓草 我剛剛已經塗滿全身了 真的耶 妳是貓草之樹耶 我是用什麼方法可以乳化牠 就是用一種熱熱 馬殺機好不好 妳知道好像要按摩一些穴道 輕輕的 不能太大力的 然後穴道 穴道 我要喜歡 然後稍微按摩一下 按摩一下 輕輕的 對啊 算不怕了 算不錯了... 妳那位是媽媽對不對 這個是媽媽 然後這位是樂樂 兒子 但是我有點分不出來 請爸爸來說的 爸爸 這個是媽媽 怎麼分啊 我通常都會看牠的臉型 跟背上的那個花色 媽媽的背上的花色黑色的 就是一整條這樣下來 可是熱熱的就是中間會有這樣 斷掉斷掉 大家平平靈 是不是覺得牠們兩個根本就咋樣 寶媽牠們有一些特性 對 那牠的特性是什麼 就是很活潑好動 然後感覺跟其他的貓不太一樣 牠們好像就比較喜歡去玩 就是有... 比如說我洗完澡以後 牠們就會跑進那個 就是浴室裡面啊 然後只要我一不注意 牠們就會跑進去這樣 而且牠們如果真的熟悉之後 牠們可以跟狗狗一樣 跟狗狗一樣 你丟我撿 撿 撿 看來是需要一些些時間的 然後不只你丟我撿喔 聽說牠們還可以握手 對 跟狗狗一樣 但我不知道我們今天會不會成功耶 到底是怎麼樣呢 我們現在就要來趕快進行 我們的任務囉 馬上要來進行小小的實驗了 就在這邊 對 手上已經有拿了那個肉泥對不對 對 豆豆最愛的肉泥 然後牠要表演狗狗會的握手 真的會成功嗎 我也不知道耶 豆豆加油 那我們要怎麼試 先給牠看 然後讓牠想吃 然後等一下 不能牠已經直接吃到了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然後就要說握手對不對 你剛剛講手手 然後手 然後你的手就是 那妳來 妳說手手 對 妳說 有耶 手手 有耶 好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我幫你試試看嗎 好 妳手先放掉 好 手手 有耶 你好棒喔 好 再一次喔 好 好 好棒喔 豆豆 手手 很好 那我想要試試看樂樂 樂樂 手收 她的手還在手收 樂 手收 手收 對 媽媽給你手收了 樂樂 不是啦 好 豆豆 樂樂一起手收 手收 豆豆 樂樂手收 一起 手收 一起手收 手收 手收 有耶 好 那妳沒有手收啊 媽媽應該要教一下兒子 好 目前第一個實驗 算是過關了對不對 過關 成功 我們兩個都有養貓對不對 對 平常養貓的經驗就是 牠們是超級怕水的 所以我幫我家的貓洗澡的時候 就是經過就是 大概要洗了三天三夜才 可以洗好一隻貓 剛剛學長 既然說牠們不怕水 我不相信 這個道理就跟牠說 牠們家的貓 可以像狗狗一樣玩 你丟我撿 然後剛剛 基本上算是失敗的狀態嗎 因為牠只會做貓 一般基本做的事情 其實這樣 你說牠比較不怕水對不對 對 那牠通常是怎麼個玩水的方法 就是會趁人家不注意的時候 跑到浴室裡面 或是跳上洗手台 然後如果洗手台裡面是濕的 就會踩踩水這樣子 或是浴缸這樣子 這麼可愛喔 好 那我們讓樂樂下來 樂樂牠現在已經比較安定了 有... 比較不怕流的 我覺得牠想睡覺 好 來 這裡 好 如果牠有自己踏進去 就算成功 好不好 或者是手去碰一下 或者是手 也算成功 對 對 貓咪喜歡會流動的 所以你要讓牠就是有流動的感覺 好 停 對 你看 對 對 對 這是一個父母的心態總是如此 我覺得動物跟小孩一樣 就是在鏡頭面前的時候 總是比較不會做出原本應該要有人 對嗎 所以學長你不要往心裡去 很正常的 對... 我們就繼續聊天 因為爸爸的心態就是非常積極 想要讓牠的兒子成功 我覺得這種 我覺得學長很可愛 可以配一個很悲情的 背景音樂的感覺 對 然後就是一盞燈打在這邊 然後一個大男人在那邊 拿一個水杯再倒水 你只要碰到水就算成功了 對 手摸一下也可以 好不好 只要擦一下也可以 好啦 那我們就不要自己宣布 我們請學長自己宣布 我們請學長自己宣布 這不這樣可以了嗎 我有一種想哭的感覺 我們成功了 我真的去碰了一下 他碰了之後 他回頭看了我一眼說 我碰了喔 她說我... 她說我碰了喔 我們可以回去了嗎 我們正式宣布這一階段 樂樂成功 好啊 今天可以認識 豆豆跟樂樂 我覺得非常開心 而且他們也算是在 短時間之內有完成 絕大部分的任務 對 但重點是 他願意跟我們親近耶 我們這樣子的表現 跟他們算是做朋友了嗎 算是嗎 算比較好的 因為通常陌生人來的話 他們要很久才會... 我們算是滿快就可以跟他們 就是混在一起了對不對 對 豹貓真的很可愛 因為我第一次接觸到豹貓 對 因為我發現 其實各式各樣的貓 外表會是一個最大的主因 但我其實覺得最大的 還是在於他們天生的個性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要花時間 耐心跟他們相處 我們最後就是用一個 他們全家人的合照 來當作結尾好了 好 但他現在一直在生爸爸的氣 我想說帶那麼多人來我們家 好 那你幫他們拍 好 好 樂樂現在好像很OK 好 樂樂 看這邊 樂樂 樂想睡了吧 對啊 百香菇姐姐 悠悠妹 你們在討論什麼 討論得這麼開心 我們在討論要養什麼寵物啊 你看 這隻柴犬的表情 超可愛的 這隻柴犬是很可愛沒錯 不過我還是更喜歡這隻橘貓 你看牠的毛黃黃亮亮的 多漂亮啊 我覺得狗跟貓都一樣可愛 不用比較啦 不行 你要選一個 如果你要養寵物 你會選小狗還是小貓呢 小狗還是小貓 我覺得 都不用想 因為我已經有想要養的寵物囉 吃什麼啊 吃什麼啊 就是公雞 還是你是想吃新鮮雞肉 所以才想養公雞的 西瓜哥哥 你 你怎麼 不是啦 是因為我最近睡覺都睡得很沉很沉 調了好幾個鬧鐘都叫不醒我 所以我才想說可以養一隻公雞 這樣子牠每天早上就會用牠那 紅亮的叫聲保給叫醒喔 可是 公雞又不能像鬧鐘一樣定時 你怎麼知道牠一定會準時叫呢 油油man 公雞早上一定會叫 這就是牠厲害的地方啊 為什麼公雞早上會叫呢 對啊 為什麼呢 我跟你們說喔 那是因為公雞呢 牠就是有一個 小寶貝趕快起床啦 還跟著媽媽的口號 一起來做早操囉 爸爸 現在還在半夜 我們為什麼要起來做早操呢 小寶貝趕快打起機身來 今天呢 我要教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沒錯 就是提叫 提叫 沒錯 沒錯 爸爸呢 來練習一次給你看喔 準備好了喔 要看清楚囉 咕咕咕 爸爸 你真的是太帥了 爸爸 你的叫聲又大又有氣勢 是怎麼做到的啊 哈哈 這個是我們雞天生就會的能力 不用特別練習 只要抓到訣竅就好 我懂了 再來練習一次喔 咕咕 等等 我還有問題 小寶貝啊 你有問題可不可以一次說完啊 你剛剛講的 我都嚇到嗆到了 哇 爸爸啊 這個水給你喝 謝謝 對不起嘛 我也是突然想到問題啊 爸爸 那我們什麼時候要提叫咧 我們提叫啊 通常都是天亮以前的兩個小時喔 懂了 懂了就好 那我們再試叫起身喔 先預備姿勢 雙腿壁龍 雙腿壁龍 雙腿病龍 很好 雞屁股夾緊翹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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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將我們的雞胸肉抬起來 雞胸肉抬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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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比較多 雞胸肉抬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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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就有點像是公雞在 說夢話 說夢話的公雞 好好笑喔 那另外一種說法是什麼呢 另外一種說法是 公雞啊 它原本是野生的動物 野生動物呢 在野外的時候 天一黑 看不清楚適中 可能會潛伏的危險 所以這時候就要盡量 保持安靜 但一旦天亮 看得清楚適中 所以心情就會跟著放鬆 這時候就會大聲高歌 原來雞這麼厲害 光靠生理適中就可以準時起床 可是你們會不會覺得 雞真是個可怕的動物啊 YuYuMan 我剛剛說的老半天 你怎麼還會覺得公雞 是可怕的動物啊 因為星期六跟星期日放假啊 我想睡晚一點 可是公雞到早上就會一直叫 一直叫 都不會停耶 我還是覺得狗跟貓比較可愛 那YuYuMan 我們去逛寵物店 一起跟小狗小貓玩吧 別管西瓜哥哥跟雞了 走走走 好好好 走走走 你們怎麼這樣啊 我也覺得狗跟貓很可愛啊 要去也不找我一起啊 看看你們是不是 了解 再見 阿